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 主耶和华,祢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时时称颂祢的名 主啊,求祢让我们的心单单依靠祢 将一切的重担谢给祢 今天我们要在祢的怀中得享安息 盼望在这个敬拜祢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再次重新得力 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疲乏、软弱、挫折、失望、困境、愤怒全然交托给祢 愿爱我们的神更新我们、圣灵充满我们 使我们可以勇敢的走前面的道路 感谢主,知道教会的需要 让我们有心上任的十二位专职执事 来协助处理教会各部的事务 恬求神加添智慧和能力给他们 并帮助他们有着谦卑的心来服事神和众人 愿在这个永福爱的大家庭当中 人人都能各尽其职 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 同心合一的来兴旺福音 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祢 公义的主啊,我们知道祢允许伤害在我们当中发生 虽然在当下我们会问为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一切与都掌权 为着这次在发现乐园中受伤的人祷告 求神奇妙的大能医治他们 安慰他们和家属的心 也看顾所有辛苦照顾他们的医护人员 暑假期间 我们也为着所有的学生的暑假生活来祷告 求祖保守他们在各样的活动中都能够平安 远离一切意外脱离凶恶 并赐给他们有丰盛的暑期生活 身心灵都得到成长 感谢主再次带领千位传道回到我们的当中 愿主透过传道所分享的信息 再次的来激励我们 求圣灵带领我们的聚会 充满我们每一个人 在祢面前感恩祷告 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接下来我们来领受神的话语 圣经记载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五节 新约腓立比书二章第一节 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 爱心有什么安慰 圣灵有什么交通 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 你们就要意念相同 爱心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 凡事不可结党 不可贪图虚服的荣耀 只要纯心谦卑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个人不要担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别人的事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愿我们都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 得到帮助 接下来讲道 我们要请千位传道 千位传道所要分享的信息是 真爱同工 我们将时间交给传道 请不吝点赞